观察口岸 观察口岸是澳门的北门 现代化的出入境大楼前 出立着古观察的遗迹 观察拱门 直到20世纪80年代 观察都是澳门通往内地的唯一路路通道 这里也见证了澳门和内地人员交流往来的日益频密 回归初期 观察口岸每年通关人次只有2500万左右 而2018年 观察口岸通关人次已经超过 超过1.35亿 何志华是观察出入境事物站的警司 日前记者见到他时 正逢过境晚高峰 观察口岸的出境大厅内 通关人员正有序排队办理过境手续 除了有人工通道 自助通道等不同的办理方式 也有为特定人群开设的跨境学童专用通道 老年人孕妇等人群专用通道 以便市民和旅客能够快速通关 监测人流情况 调派人手处理突发事件 统筹安排观察口岸出入境工作 是何志华工作的主要内容 何志华介绍 口岸是旅客出入境的必经之地 通关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也代表着澳门的形象 回归20年我们也有不同的便利通关措施 自助过关系统 我们2013年实施了一个叫做免贵将无人化措施 实施了一个免贵将无人化措施 是大大地减少了旅客轮候的等候的时间 因此每名旅客通关的手续只需要20秒 谈起观察口岸的变化 何志华如数家珍 他说回归前 旧的观察边境大楼只有26条出入境检验通道和两条出入境车道 回归后 两地人员往来愈发频繁 2003年7月 内地游客赴港澳个人游启动 澳门各口岸的通关人次也逐年增加 为满足市民游客不断增加的出入境需求 观察口岸的软硬件设施也逐步升级 现时一个观察边境大楼就在2004年落成的 当时是预计每日最大的通关量是有30万人次 在2008年那个时候 我们关闸亦都需要去展开一个扩建的工程 这个扩建工程是由2010年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就好像现在这栋关闸边境大楼 现时每日最高的客流量 预计可以最高的客流量 由30万提升到50万人次 也都是我们在关闸这个新的边境大楼 我们现在我们的出入境通道 人工通道是有76条 而自助过关通道是有168条 现时我们的每日的通关时间 是由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凌晨1时 基本上大概已经满足到了港大的市民的需要 澳门观察出入境事务站副警长庄桂林 从1993年参加工作起就进入出入境部门 先后在港澳码头 澳门机场 观察等海陆空路路路出入境站服务 20多年的工作中 庄桂林经历了通关手续电脑化 旅客通关自助化无印化 澳门居民往来内地的贫次 也从儿时记忆中的过年才回内地 到如今已成为日常 我们以前逢是农历年才过关去一次 过年的时候就随着爸爸妈妈去大陆 只有一个关后 就是现在的孔北口岸 过关时间比较多 因为时间比较长的排队时间 现在就不是了 接触和过关的人都缤凡了 因为澳门居民毕竟和内地都是相约的 接触点是比较多的 还有回去买送的也都有 上班的也都有 据介绍2019年上半年 澳门各口岸共有9671万人次出入境 比2018年同期增加了12.3% 其中观察口岸约占总体的73.3% 同比上升8.9%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 客流量持续上升 2019年上半年的出入境人次有718万 占总通关人次的7.4%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今天一会儿之间有415万人络选 20何人络选 是115万人络选 每个人都用这个 稳定商业说 各种獲得 这儿都好 各个人出入境 予以外 这儿能这些 阶段